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外交部表态 联邦快递应该给出合理的解释 美一紧张局势加剧 美国警告欧洲盟国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或将受到制裁 涉嫌在脱欧公投中误导公众 鲍里斯约翰逊遭到法院传唤 首项梦想或者再度遭到破灭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美国联邦快递公司Filex 在未经华为授权的情况之下 将华为从日本寄往中国的两件包裹寄到了美国 华为公司还表示美国联邦快递公司还试图将另外两件 从越南寄往华为亚洲其他地区办事处的包裹也转运到美国 有评论认为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所谓的失误是精准失误 其行为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指使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陆康表示美国联邦快递公司需要给华为和公众一个 合理的解释 我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对Filex公司来说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 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对Filex这样的一个大公司 可能确实也不太应该 如果不是经常发生 那么确实Filex可能需要解释清楚 为什么最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华为身上 据了解华为已就此事向中国邮政监管部门提出正式诉讼 我们看到中美的经贸摩擦在持续的升级 中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备受关注 而稀土作为中国的优势战略资源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近日国家发改委表示 稀土产业发展要把握两个原则 一方面中国坚持稀土资源优先服务国内需要的原则 另一方面中国也愿意满足世界各国 对于稀土资源的正当需求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产业分工高度全球化的今天 没有协同合作就没有发展进步 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材料供应国 中国的稀土资源及稀土产品 能够被广泛用于制造各类先进产品 更好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中美两国产业链高度融合 互补性极强 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贸易战没有赢家 如果说有的国家利用我们国家的稀土资源 生产产品来遏制甚至打压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产业 那么这样也会极大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对世界国方都是不利的 稀土被称为是万能之土 是媲美石油的战略资源 小到手机膜 眼镜片 大到航天器材 到处都有它的身影 稀土对于全球来说又是怎么样的资源呢 我国的稀土产业发展如何呢 稀土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总共包括17种元素 通常可以分为清稀土和重稀土两类 重稀土更具价值 稀土元素拥有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 微量的稀土元素加入其他材料后 往往可以大幅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稀土元素在冶金 石化 光学 激光 杵青 显示面板 磁性材料等现代工业领域 均有广泛应用 国新办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3% 资源分布有南干州北包头之说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 在2017年的时候 中国方面的稀土在全球市场的占比 就达到了81% 比如说美国 它有80%的稀土的使用 是要通过来自中国的进口 另外完全依赖进口的欧洲 大部分的稀土的使用 也是要通过中国的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技术方面 比如说美国现在有唯一的一个 稀土的矿也就是孟庭山口的矿 它开采出来的稀土 其实要送到中国 首先进行处理才能进行使用 从6月1号开始 中国方面将对于美国金矿的关税 提升到25% 这个就意味着美国自己生产的 这些稀土成本也会跟随 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在整个产业当中的重要性 也就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了来自于中国方面的稀土 像美国这样的稀土进口国 它的选择第一个就是循环使用 但是要知道收集进行循环使用的这些废品 其实成本和难度都是很高的 而且循环使用率其实相对比较的低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自己建立处理的能力 但是不管是本国建立生产能力 还是从别的国家去进口 这个产能的增加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根据彭博社29号报道 特朗普政府本月早些时候警告说 欧洲盟国可能应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 而受到制裁 报道称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曼西加尔曼德尔克 5月7号在写给支付机制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负责人 佩尔·菲什尔的一封信中表示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一旦开始运作 这一结算机制给予之相关者 可能将被排除在美国金融体系之外 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 法国 德国和英国近年初 建立了在美国主导的 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运作的支付机制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此机制可帮助欧洲企业 绕过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制裁 使欧盟能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 本月13号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告绩代表莫盖里尼 在布鲁萨尔同法国 德国 英国三国外长 召开会议 讨论了进一步推进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的 实际运作 以其在未来几周内通过这一机制 促成欧洲与伊朗的交易发生 曼德尔克敦促菲舍尔 仔细考虑这一机制 可能带来的制裁风险 称从事与美国制裁相抵触的活动 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包括无法进入美国金融体系 报道原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 这封信依在警告欧洲 任何与此结算机制相关的企业政府官员和个人 都可能因试图帮助伊朗绕开美国制裁 而受到美国惩罚 2018年5月 美国宣布退出伊赫协议 并逐步恢复因协议而终止的对伊朗制裁 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 要求重启对伊制裁 我们看到随着美伊紧张局势的加剧 双方是否展开对话 一直是外界所关注的焦点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29号 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如果说美国解除对伊的制裁 重返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并且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 那么谈判的大门并不会关闭 每天他们都会持续暗纪 像我们的者 每天都会持续暗并 每天他们都会持续暗并 他们人工夫人 都会持续暗并 每天他们合照 他们有手术 每天他们会持续暗并 他们会持续暗并 于自己的发展 所为他们的生命 和他们也想有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日本时表示 愿意与伊朗展开对话 不寻求伊朗政权更迭 似乎有意为美方对伊朗强硬言论和举动降调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8号回应说 目前看不到与美方谈判的前景 伊朗更看重美方的实际行动 此外伊朗办官方的迈赫尔通讯社29号报道称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的 所谓伊朗制造阿联酋邮轮遭袭事件的说法 伊朗对敌对国家捏造这种说法并不感到意外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29号在声明中同时警告称 伊朗一直保持战略上的克制和耐心 同时也保持高度警惕并随时做好防御的准备 伊朗将阻止这些会导致地区混乱的阴谋得逞 本月13号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部大臣表示 两艘沙特邮轮在阿联酋水域遭到蓄移破坏 导致船只严重损坏 此前西方媒体报道称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表示 本月对阿联酋沿海邮轮发动袭击所用的水雷 几乎肯定来自伊朗 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反应 在全球的市场当中 避险的情绪再度席卷而来 周三跟随着欧洲市场的跌势 美股集体低开 五盘前跌幅迅速加深 之后三大股指全线收跌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市场如此消极的情绪呢 我们来听一听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那没错 隔夜美股的情绪有两个负面因素 第一是先开盘的欧洲股指 是出现全线的重挫 我们看到英国富士100指数跌幅1.15% 德国DAX指数下挫1.57% 以及法国的CAC指数最后是收跌1.7% 但对于欧洲市场来说 全球贸易摩擦的升温是给各国 更强的不确定性 那欧洲的负面情绪也是传到 到了美股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呢 是下挫超过200点跌幅为0.87% 标普500指数呢 一开盘就创下超过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最终呢收跌0.69%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 是下挫0.79% 那除了全球市场整体情绪不佳之外 利率倒挂的持续 也是进一步的引发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那我们知道利率倒挂呢 指的是长期利率水平低于中短期利率水平的现象 那比如说在这张图表当中反映出来的 当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低于两年期的收益率的时候呢 美国经济在1990年2001年以及2008年呢 都是陷入过衰退 因此呢这个利率曲线啊 也被视为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我认为我们看到了 我认为我们看到了 因为美债的利率倒挂程度的加重 加上呢欧洲的不确定性 加上全球贸易摩擦 再加上啊中东地缘政治的潜在恶化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来 全球股市呢都出现一个回调的态势 而不少的分析师认为说 这样的避险情绪将可能呢 在市场中持续 我们也会为您密切关注 再来关注英国 被外界视为英国首相特维沙梅 下台之后最有可能接任的 保守党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在29号呢 因为涉嫌以往误导公众 而受到了法院的传唤 英国舆论分析称呢 这可能让约翰逊的首相梦想再度破灭 据路透社报道 此次约翰逊被法院传唤 理由是他在就任伦敦市长 以及英国外交大臣期间 涉嫌犯下三项不当行为 主要包括2016年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 以及2017年大选前 刻意做出英国 续留欧盟花费的不实言论 据悉2016年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前 英国一些主张脱欧的民众 对本国的财政负担感到不满 当时担任伦敦市长的约翰逊 在造势活动中多次强调 英国每个星期 要为欧盟贡献3.5亿英镑 约翰逊表示 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 英国每年要给欧盟100亿英镑 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 英国留欧派一直批评 约翰逊夸大其词 但在2017年 英国提前举行大选前 约翰逊仍然坚持他的说法 目前 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法官 科尔曼已经向约翰逊发出传票 科尔曼在书面决定中表示 对约翰逊提出的指控是未经证实的 但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 法院认为这一情况适合发出传票 英国太武士报29号援引约翰逊律师的回应称 约翰逊坚决否认以不正当或不诚实的方式行事 而在当天记者的追问下 约翰逊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而英国保守党内的 硬托欧派议员雅各布则表示 这个事件的背后带有政治目的 在英国误导民意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而如果约翰逊卷入官司 甚至被判刑 他将无缘参与保守党党魁争夺战 而英国反对党工党 已经看到执政党内部权力争夺带来的机遇 英国每日净报29号报道称 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尔滨 预料将在数天内正式敌议 英国再次举行脱欧公投 近日巴西北部亚马孙州马脑斯的监狱 发生了骚乱事件 而当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在28号表示 监狱骚乱事件造成的犯人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至了55人 有关部门还表示 初故调查结果显示 骚乱起源于监狱犯人间发生的冲突 有29名犯人被认为应对这起事件负责 其中有9名涉嫌发动此次骚乱事件的犯人 在28号被转移到其他监管更加严格的监狱 其余20人也将被陆续转移 出于安全考虑 另有约200名犯人被调换了牢房 据报道 26号 亚马孙州一所监狱发生骚乱造成犯人死亡 第二天又有其他监狱发生骚乱造成了更多犯人死亡 据悉 骚乱在家属探视时间段内开始 事发后 不少犯人的家属来到监狱外等待消息 巴西司法部方面表示 已派出大约100人组成的特别任务小组 他们会在本周内陆续抵达亚马孙州马脑斯市 再来关注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29号证实 发生在巴拉本籍地区的甲酒事件 已经造成了17人死亡 另外有44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当地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 这些受害者饮用的甲酒 是通过正规途径在获得政府授权的商店购买的 但人们在饮酒后相继出现恶心 暂时失明 呼吸困难等症状 为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 当地警方已经下令禁售两种品牌的酒 28号 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蒂亚纳特 已责成一个高级别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甲酒事件 委员会将在48小时内向政府提交调查报告 目前已有包括地区行政官员 高级警官在内的10名官员被勒令停职 今年2月 印度曾发生严重甲酒致死事件 其中2月下旬发生在阿萨姆邦的甲酒事件 造成超过150人死亡 而2月上旬发生在北方邦和北阿肯德邦的甲酒事件 造成近100人死亡 甲酒事件在印度时有发生 虽然印度政府明令禁止销售甲酒 但由于管控不严 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伤人 致受甲酒并造成集体中毒事件 来看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的29号晚上的10点左右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脑河上 发生了两艘游船相撞事故 其中一艘游船沉没 韩国外交部在30号表示 沉没的游船上在有33名韩国团体游客和 两名匈牙利乘务员 目前有7人获救 7人遇难 19人失踪 韩国金瓦台发言人称 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沉船事故 做出了指示 要求有关部门动员一切力量 配合匈牙利政府全力展开救援工作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 我与一带一路的系列报道 足球在阿尔及利亚是被誉为国球 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 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 国际著名的球星奇大内 也出生于此 因此拥有一座国际现代化 标准化的足球场馆 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多年的梦想 如今从事建筑行业 32年的埃哈迈德·葛哈 就非常的欣慰 他所在的中野集团 中国22野 正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 建设一座多功能综合体育场馆 他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梦想 就快要实现了 在地中海瓦赫兰湾南岸 阿尔及利亚的澳兰省 这座城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足球梦想的体育场馆 正由中野集团 中国22野建设者如火如荼建设中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澳兰省地标性建筑 也是澳兰省乃至西部地区最大 最现代化的一个多功能综合体育场 同时也将作为阿尔及利亚承办2021年 地中海运动会主会场 展现在世人面前 尽管足球场还在建设中 中国22野员员工们 还是偶尔会过一把足球瘾 球场边观赛的这位年长者 就是埃哈迈德·葛哈 埃哈迈德·葛哈在这里工作快三年了 仙霞时间的球场上 他是场外指导 而在体育场馆的建设中 他是阿尔及利亚方面的技术指导兼商务顾问 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工程的商务索赔 这需要既了解建筑工程 又熟悉地方法律 哈迈德先生在加入我们公司之前 是阿尔及利亚一家设计员的院长 他在这个行业有30多年的工作经验 而且是在建筑行业 当地是资深的一个专家 自他加入我们团队以后 和我们中方的商务员员一起 目前对体育场项目成功索赔 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由于非洲公共建筑市场 工程设计能力相对薄弱 大多数项目都是边设计边施工 因此工期索赔工作显得尤其重要 三年来上午8点 埃哈迈德·葛哈都会准时出现在 在施工现场办公室和中方员工一起 依据当地法律和行业规则搜集整理索赔资料 计算索赔额度往返奔波在项目营地 住建局国家合同委员会之间 为企业争取更大的利益 阿尔及利亚体育场项目建设初期 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少有人来 随着项目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阿尔及利亚人 参与到体育场建设中 埃哈迈德·葛哈的儿子和女婿 也来到这里工作 目前阿尔及利亚体育场项目 一期工程已经进入施工尾声 北非鸟巢已揭开神秘面纱 不久 埃哈迈德·葛哈的小外孙即将出生 他期待祖孙三代能在新体育场馆里 为他们的国家足球队加油助威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吸金又吸粉 日本近百个吉祥物东京大集合 混搭经营 电中电模式成为了韩国实体商业的新趋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日本的每个地区 其实它都有自己专属的吉祥物 前几天 日本最大规模的吉祥物大会 在东京落下帷幕 日本各地的近百个吉祥物汇聚于堂 蒙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粉丝 我们去看一看 本届大会以带来幸福与好运的吉祥物为主题 来自日本各地的吉祥物轮番登场 通过自我介绍及才艺表演展示自身的魅力 来自橘子之乡爱园县的吉祥物小橘 以活泼可爱的造型及富有感染力的舞蹈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明星 不同于大多数吉祥物的可爱路线 大阪府全左野市的吉祥物一生犬名 以当地知名景点犬名山为主题设计 强健的肌肉和硬朗的风格 使它成为了吉祥物中的网络红人 现场也吸引了许多粉丝争相拍照留念 在吉祥物大会现场 不仅可以欣赏到吉祥物的卖萌表演 还可以品尝到各个地方的特色美食 这只头上插着两根大葱的吉祥物小参 是日本大葱之乡祁玉县深谷市的宣传大使 他正在向游客们推荐的 就是深谷市最具特色的葱香咖喱炒面 在小参的带动下 这个摊位上的炒面 平均每分钟就能够瘦出六至七份 为期两天的大会 共吸引了超过14万人次前来观看 人均消费在1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62元左右 近年来日本的卡通吉祥物 不仅助推了当地的旅游业及经济发展 依靠其可爱的形象 其独特的授权运营方式 在海外也收获了许多人气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价值 去年一年 仅熊本县吉祥物 熊本雄相关商品的年销售额 就达到了14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88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据统计 日本全国共有超过3000只吉祥物 随着宣传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 吉祥物们的吸金能力 今后还有望继续提升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 由于内需长期低迷 再加上电商的挤压 韩国实体店铺的经营压力增大 为了节省店面的租金 吸引更多的客源 商家们将不同的经营形态混搭 打造出满足消费者 多样化需求的 电中电的形态 韩国首尔这座两层楼高的电中电 紧邻繁华的商业街 店外一左一右挂着便利店 和练歌坊两块招牌 店内狭长的收银台 也是这两个商家拼在一起使用 便利店占据了一层 大约20%的面积 同时为满足 练歌坊消费者的需求 在商品构成上精心做了调整 生活用品的比重大幅缩小 约八成以上都是炒年糕 香肠等小吃和饮料 价格也与普通便利店基本持平 练歌坊则主要位于二层 特别允许消费者 带入在一层便利店购买的食品 这样的服务很受顾客欢迎 最新一项调查显示 目前韩国的首都圈内 已经有大约1000家电中店 数量较两年前增长将近三倍 洗衣店 咖啡店 书店等 越来越多的实体店 都尝试将经营形态混搭 让消费者在同一场所内 体验到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延长停留时间 增加购买的可能性 韩国一家大型电中店 中介平台的负责人称 他们专门为出租店内 闲置空间的店主和个人创业者 对于个人创业者来说 要比租赁同等面积的独立店铺 便宜三到四成 目前追求个性化多元化体验的 韩国年轻一代 正在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电中店的出现正好迎合了 这代人的口味 随着韩国逐渐放宽 对实体店铺 经营形态混合的法律限制 电中店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 入住的商家 也从零售业和服务业 延伸到了金融 汽车等更多的行业 一到夏天 美国各种露天音乐节 还有烧烤野餐派对 应接不暇 在享受美妙音乐 还有美味食物的同时 啤酒作为美国的国民饮料 就必不可少 而且消费新人 近几年以来 金酿啤酒以其层出不穷 五花八门的口味 逐渐成为了美国啤酒市场的新霸主 在美国的内华达州 每年一次的怪味啤酒节上 各种脑洞大开的精酿啤酒 摆上货架 牛排啤酒 洋葱啤酒 奶酪啤酒 黑胡椒啤酒 甚至还有哪怕看一眼包装 都会眉头一皱的咸菜啤酒 而游客们对这些味道 似乎百无俊进 为了与工业啤酒争夺市场 美国现存的 七千多家小型酿酒厂 发起精酿啤酒运动 打出标语是 啤酒不是工业化的产品 仅就包装而言 就非常另类 或是重金属音乐法 或是各种小动物出没 有人说 精酿啤酒的味道 就像是在迪士尼游乐场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游乐项目 会给你什么样的惊喜 我觉得它是有趣 我认为每次 你加上創作的素材 像啤酒 就很好 2018年 美国共计有 七千三百四十六种 精酿啤酒品牌 比2014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三 除了在口味上 日渐疯狂 美国还举办各种 大型啤酒大赛 比如美国精酿啤酒周 美国啤酒大奖赛 国际啤酒大奖赛等 共同促进 美国精酿啤酒产业的 进步和创新 如今 精酿啤酒已成为 美国啤酒业增长的 主要引擎 市场份额达到 三百亿美元 欢迎回来 英国约克大学 近日发布的 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人员在全球 多地的不少河流当中 都发现了抗生素 河流当中的抗生素污染 可能是导致抗生素 耐药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增加了人类 因为细菌感染而死亡的风险 英国约克大学领衔的国际团队 在对全球72个国家 711个地点的河流水质 进行检测后 发现65%的河流中 抗生素浓度都超过安全标准 孟加拉国的河流污染情况 在被检测河流中最为严重 河水中含有大量用于治疗细菌 和原虫类感染的抗生素 甲销作 浓度超过安全标准300多倍 多脑河是欧洲污染程度最高的河流 与大众印象截然不同的是 泰晤士河 这条被视作是欧洲最干净 河流之一的长河 有多条支流被检测出 还有至少5种抗生素 研究人员表示 非洲和亚洲的河流抗生素污染堪忧 欧洲 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状况 也不容乐观 河流抗生素污染 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据美国广播公司网络新闻报道 在一些污水处理厂 垃圾处理厂附近 河流中的抗生素含量较高 这些地方很可能缺乏相关技术 来去除残留药物 此外 很多居民会直接将 生活污水倒入河中 这同样可能导致抗生素污染 科研人员还表示 目前美国 中国 欧洲 已经在落实抗生素的 环境检测工作 但是还有大部分国家 没有展开这方面的工作 红树林是世界珍贵的 湿地生态系统 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 不过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巴西红树林的海平面 不断地上升 不仅红树林的生态体系 当地的渔民也因此面临着 失去生计的危险 几十年来 渔民克鲁兹在巴西 最大的沿海红树林 以挖螃蟹为生 它从不使用鱼杆或者鱼线 而是徒步走进红树林 徒手把螃蟹 从黑色的淤泥里拽出来 有时藏在深处的螃蟹 要平躺着摸索 几分钟后 它会从泥里拔出 比手掌大的两只螃蟹 一天内 克鲁兹可以抓到 50到60只螃蟹 一周能挣到50美元 足以维持日常开销 然而这份微薄的收入 因气候变化备受考验 内陆的海平面 这些年持续上涨 它每天抓螃蟹的数量 已经是十年前的一半 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 热带亚日带海岸朝间代的 木本植物群落 不喜欢沙制海岸 喜欢淤泥 经常出现在河口一带 它是众多鸟类和鱼虾的栖息地 并且盛产大螃蟹 克鲁兹所在的村庄 就穿梭在红树林中 村民大多以捕捞鱼虾为生 严重依赖这片湿地生态系统 巴西红树林的覆盖面积 达到13,989平方公里 作为树木界的气候超级英雄 红树林发达的根系 形成自然风暴屏障 有着防风波浪 调节气候多种功能 再来看近日 加拿大一座巨型的冰山 沿着纽芬兰培根湾 缓慢地漂浮 摄影师罗杰普莱斯 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了 这样一个壮阔的画面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巨型的冰山造型非常的奇特 而且中间的位置 凹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冰蟹湖 宛如天然的游泳池一般 碧绿的海水 令人心旷神意 再来看日后 雨后的安徽黄山 飞铺流泉 如是如化 犹如仙境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块去欣赏一下 祝你有一个 帮忙着 露 officially 都可以 暖擀天然 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